他是所有影视和番剧中最有钱的家伙 在这个世上没有谁能与之相比 因为他的资产是无限的 神户大助一名普普通通的刑警 而他的背后却是无限资产的集团 这天男主大助来到刑警队报道 而作为他的指导员男主 加藤是断断否决的 因为眼前这个高冷的男人 根本就不配当刑警 他只会拿金钱摆平一切事情 而就在此时 一起刑事案件突发 女明星因吸毒太多 导致死亡的新闻一举冲杀了热搜 加藤出门想查 但现在降级的他什么也做不了 他只能按照领导的命令 干着枯燥无谓的工作 两人走着走着 不远处的卖艺表演 引来了他的注意 为了生活 加藤有感而生 而一旁的大助则是给钱打发 加藤很不爽 他不想看到大助破坏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然而就在两个刚走时 大助却叫停了 因为这两人身上竟有毒品的气息 回到警局 审讯就开始了 大助依靠智能管家和资产的力量 轻松撬开了嫌疑人的嘴 而另一边的老刑警 则是打了一副亲情牌 成功让嫌疑犯泪流满面 同时也获取了头目的情报 原来这些毒品的源头 都来自一个叫伊士奇的模特 女明星吸毒过多 在家暴毙身亡 而这个只有上流人士才能进入的舞厅 里面藏着的却是毒贩和欲望的天堂 走出大楼 一男三女并肩而行 伊士奇作为娱乐圈的评委 想接近这些新兴的写真模特 简直易如反掌 另一边 咱们的两位男主和小胖 早已来到楼下蹲点守候 溜完 吃饭 蹦迪 这一个星期内 已经有十多个女孩被骗过了 而眼前这位清纯动人的模特 马上就要进入毒贩的囊中 时间过得很快 两位男主对伊士奇的行踪 也有了深入的了解 这天 面对一个月没洗澡的家藤 小胖再也看不下去了 于是让他回家休息 可家藤刚停稳车 跟伊士奇在一起的女模特竟然出现了 面对如此状况 家藤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就追了上去 越追越远 越走越深 直到停下车 家藤震惊了 眼前出现的是一座气派恢弘的大别墅 家藤靠近观察 而他的身后却出现了大柱的车 家藤询问大柱为何来此 而此时的大柱却想知道 我回我家难道还不行了吗 看看这个男人在干嘛 为了抓捕毒贩 他直接买下一座大楼 目的就是驾驶自己的直升机 攻击里面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 而就在前几天 整件案件的线索才刚刚展露 此时的两位男主 在一座大别墅里面碰面了 面对巨大的智能高科技 在面对跟毒贩有染的清纯模特 家藤呆住了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大柱一手安排的 漂亮妹妹模特 其实是大柱的妹妹 接近毒贩 就是为了获取情报 而现在的目标很明确 只要把帮贵的少主 美金抓到 此次案件就会了结 另外 大柱的妹妹得知 在几天后的派对中 伊士奇会拉一些模特跟美女 去服侍那些毒贩跟亡命之徒 而前几天遇害的星田秋姿 就是如此 镜头一转 派对开始了 家藤不想再跟大柱围舞 因为在他的脑子里 只要花20亿 就能摆平这些事 而他不想被人用钞票删耳光 于是他伪造了假身份 成功潜了进去 酒会里面之最金迷 风流涕倒的上层社会 此刻已经变成了肮脏的兽语天堂 在巨大的音乐加持下 加藤成功拿到了少主的手机 可就当他离开派对时 行踪暴露了 加藤一拳打在保安面门 但身体素质过硬的保安 直接把加藤推到了墙上 可就在这时 一发威士气袭来 是一个不偶人扔的 他拿走手机 然后朝着楼顶跑去 加藤表示懵逼 这孩子的脑袋是不是热昏头了 来到楼顶 不偶人脱下衣服 原来他是小胖 那这样的话 神户又去了哪里 后面的人转眼就追了上来 加藤拿铁管挡住 但这样根本拖延不了多久 可就在这一时 轰隆隆的声响传来 是一辆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而里面的驾驶员 正是大树的妹妹 神户临江 驾驶舱的门打开 大树终于出现了 大树朝着大楼 直接怼上了火箭筒 这就是他口中的 那个驾驶20亿的计划 原来这并不是空穴来风 无数的催泪瓦斯 落到楼顶和派对 在场的所有人 除了小胖 全部倒了下去 就这样 一些案件到此结束 总计花费了830亿元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下期讲解 金钱到底拥有多少战力 还请各位观众们的支持